大家好,今天是6月26号,是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 那么今天给大家播几个小新闻 一个是前两天我们刚刚做过那个钓鱼岛的节目 日本给钓鱼岛改了名 冲绳县的石原市议会把钓鱼岛改成了登野城间隔 然后我们还探讨了一下日本对于钓鱼岛的主张 其实主要是采自一位观众发来的资料 日本政府历年对钓鱼岛的一些动作 然后略微发表了一下自己的看法 然后这两天中国迅速有了动作 虽然钓鱼岛这个事儿其实还是挺大的 但是由于现在中印的冲突 所以大家的关注点不在上面 当然以前这个话题比较敏感 中国掀起过很多次反日浪潮 现在似乎热点降低了一些 而且现在中国政府有新的举措 除了外交部发言人例行公事 说日本此举是对中国领土的严重挑衅 然后中国保留进一步反应之外 这次动作倒是很快 不再是打打嘴炮 中国的国土资源部23号在官网上 突然有了个举动 就是公布了50处东海部分海底地理实体的标准名称 所谓50处东海部分地理海底地理实体名称 其实就是钓鱼岛的周围 不但是钓鱼岛周围的一些海底地理 比如说海槽海沟 这次他可能更正了以前的一些说法 甚至这次标识的海底地理地名还涉及到冲绳岛海域的日本专属经济区 也就是冲绳岛的专属经济区 据说中国未来还将给这部分的海底地理实体命名 比如说某某海沟 冲绳海沟 冲绳海槽 或者海底下的绝壁 或者海底有一个什么山峰之类的 然后向国际航道测量组织申请注册 中方锁公司的坐标方位 一些是位于冲绳海潮的周边海域 然后这个就引起日本方面不安了 就等于说你给别人的领土去标识这个门盘号码 去给他命名了 但是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中国官媒这篇报道 可能是一个自媒体的文章 但是他接下来这句确实让我愣了一下 他说毕竟冲绳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 中国此次将作为领土主权标志的地理实体命名 延伸到冲绳海域 这意味着什么 想必日本方面也应该心知肚明 就是网上以前呢就有过这种声音说 如果日本要强占钓鱼岛的话 那干脆中国把冲绳线也划回来算了 就说冲绳是中国的 大家知道这个冲绳在明朝的时候嘛 它是中国的藩属国 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它的语言更加接近闽南话 而跟日语差距更大一些 语法也不一样 所以有一些冲绳一些老人老的冲绳的方言 其实跟中文是一个体系的 福建人能够听得懂啊 他们能够对话 它不属于日语 这种说法呢以前只是在网上流传 这没想到到了2020年 真的就是中国官方按照这个有所举动了 然后这个文章说历史上没有冲绳这个名字 700年前明朝的时候 琉球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 1874年日本出兵2万 入侵琉球 然后呢就把琉球吞并了 然后侵占台湾 那时候甲午战争之前 日本人好像就已经登陆台湾了 然后1878年 日本废琉球为郡县 改名为冲绳县 二战以后这个国内的文章说 蒋介石处置失当 错失了收复琉球的大好时机 实际上是二战以后 这个国共打内战 本来国军有两个军吧 一个是驻守琉球 一个是驻守九州日本的本岛 但是因为打内战 所以这些都没顾得上 也因此造成了比如说钓鱼岛问题 比如说南海问题 然后这个冲绳海槽呢 这次是被中国列入了地理实体名单 以前呢这个名称是日本那边用的 中国他并没有记录进中国自己的这个地理名册 他说这是中国对日本发出重大信号 就是不但钓鱼岛是中国的 连冲绳岛也是中国的 这句话呢写的也没有打引号 也没有搞笑的意思 然后日本的产经新闻呢就认为这是中国在日本为钓鱼岛改名以后 对主张对其拥有主权的中方所采取的反制措施 那这个不用问了 肯定就是肯定就是这样了 然后中国方面 这篇文章说中国政府的态度呢 是一直愿意与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存在领土纠纷的国家 本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合作精神 但是好像日本不太领中国的情 仗着美日同盟的关系撑腰 一再对中国领土主权发起挑衅 其实中国呢 确实跟这些海上的领土纠纷 包括陆地上的 包括印度那边 一直就是能糊弄就糊弄 能搁置就搁置 但是在南海呢 我现在我前一段时间呢 也做过南海问题的这个研究 就是2012年 好像是因为黄岩岛 菲律宾一艘船的搁浅事件 所以引发了整个的南海中国的激进行动 那么现在呢 我根据已有的资料 我还是很难搞得清楚 是不是菲律宾是故意的 甚至在美国受益之下 故意的要打破南海这个平衡 或者要推行奥巴马的亚太战略 还是说中国这边 故意就是打响第一枪 先是把人家船脱离 然后自己去去占岛 那日本这次呢 起因也就是因为中国海巡船 连续两个月 天天在钓鱼岛周边巡逻 那这个国内的观点是认为 日本不但是美国在亚太的重要盟友 也是美国印太战略的坚定支持者 仗着美国撑腰 他没有好好反思历史 反而大肆扩充军备 实施海外军事扩张 为复辟军国主义 这些就不说了 更重要的是 日本在位侵占他国领土 寻找靠山 日本与周边的国家呢 韩国俄罗斯都有领土纠纷 但是由于独岛呢 被韩国占着 南千岛群岛 被俄罗斯占着 所以日本只有拿中国出气了 只有这个钓鱼岛 他说由于救中国 就是国民政府的无能 在日本战败以后 没有像韩国一样 乘胜追击对钓鱼岛直接控制 反而将其交给美国托管 给今日中日岛屿争端留下病根 这个确实 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 可能不太注意海泉 这些无名的小岛 中共就更不用说了 估计他们都不知道钓鱼岛在哪 然后这个文章说 日本想要侵占中国领土 毕竟痴心妄想 今日的中国非昔日国民政府可比 然后他说 中国为什么在过去两个月 天天巡视钓鱼岛 就是因为中美在台海南海的战略博弈 不断升级 所以为了防止给日本趁火打劫的机会 所以就天天在那巡逻 日本方面理由是 中国在这儿的巡逻升级了 所以要加快维护主权的行动 所以就给他改了名 反正是你怪我 我怪你 就是这样 日本实质上 无法对钓鱼岛下手 就从意识形态上打主意 冲城县议会 于是就给钓鱼岛更名了 也就是说 似乎现在中国的海警船 在钓鱼岛周围不间断巡航 让日本实质上他没有办法登岛了 好像事实上要造成 这个主权就是要归中国了 就看他什么时候能够派人上去了 然后国内认为 这次与2012年日本构岛的反制手段不同 当时的反制手段是掀起全民抵制日货 后来闹出了很多的笑话 这次就不抵制日货了 直接对冲城岛的海底地理进行命名 让日本明白 就是你要拿钓鱼岛 那我就连冲城也要给你拿回来 冲城呢 他现在一直也存在着部分 就是脱离日本的这种分离势力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是因为 要让美军搬离 把美军基地给搬走 他对日本历史上 还是有一点点抵触心理 也有一部分冲城独立运动 估计背后也有也有中国在那儿支持 反正就是这类的这类的纠纷一直是存在的 但是中国这样的好像造成继承事实的 主动进击的做法 现在我不理解 就是在南海台海 在钓鱼岛 在中印边界 同时出击 这个有没有这个实力 他有没有考虑过 还是说仅仅是定于一尊 脑子一热 他到底有没有一个全盘的规划 有没有一个主次轻重缓急 这个实力能不能够得上 你这样全力出击以后 万一你整个体系被别人打破 人家也跟你来硬的 那么到时候不管你有道理没道理 很可能就是权限溃败 很有可能是这个结果 但是这种姿态呢 也非常符合国内相当部分人的心理 至少觉得在前20年太软弱了 然后无论是海上陆地上的 还是经贸上的 各种国际规则 国际秩序对中国的弃压 中国只是一味发展经济 丝毫不敢抵抗 那么现在上来一个习近平 对内对外都是一股脑的强硬 满足了部分人的心理 但是也蕴藏着巨大的风险 好那么这条新闻就给大家播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可以PayPal或微信打赏 左边是PayPal的转账邮箱 和转账快速链接 PayPal在中国可以注册 右边是微信转账二维码 如果不成功 可以加编辑的微信号 同时发表您对节目的意见和建议 在我的个人频道审时度视 会有一些生活旅游类vlog 和一些对节目内容的补充 以及不定期对留言的回复 另外还有周周坎微信群 和电报群的入群方式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 好